我看說已經從頭很多了 謝謝 然後家屬們 大家真的是要加油 大家加油 走進新北地檢 發監執行前的報道 聲聲一鞠躬 呂中吉臉上看不出太多表情 我喊冤 我覺得司法不公什麼 我從頭到尾都不覺得這件事情 我只覺得說我們台灣司法要加油 因為有這麼多的證據 有這麼多的家屬在等待台灣司法 給他們一個公平 我應該會在裡面寫東西吧 寫寫書之類的 對 微顧整起八星承包案 在受害家屬眼裡都宛如心頭的刺 四年前八星樂園舉辦定義派對 活動上噴灑大量粉塵造成爆炸 造成十五人死亡 四百八四人輕重傷 受害者集體球場超過百億元 八星樂園也遭勒令停業 之後全國所有活動都全面禁止粉塵 呂中吉也因為業務過失致死罪 判處最高徒刑五年有期徒刑定業 但案發後呂中吉很快的脫產 民視損害賠償恐怕求助無門 這也讓受害家屬無法接受 認為他根本沒有翻刑的誠意 更通平呂中吉只判刑五年 根本是太便宜他了 拍一個無期讀情我都覺得 還不足以為常 因為為什麼 因為十五條人命 然後還有很多小孩子有腦損傷 針對呂中吉的刑事追究 已經判定出爐 在他發肩執行的這一日 看在受害人眼裡 不是事件的終止 因為身上的疤痕 心裡的恐懼和痛 卻是永遠跟著他們一輩子 記者楊中壽王千里 SNG小組新北市報導